重新拥抱希望 目前就读哈佛大学二年级的杨元宁 他有个知名的外公 就是台塑集团董事长王永庆 从小生长在富裕家庭的他 没有染上奢侈的习气 反而在父母亲的教育下 了解自己的幸福 他把帮助平童和病童的感受 创作出七本的中英文图书 二十岁身材高挑 外表清秀的杨元宁 接受第十一届全球热爱生命文学创作奖章颁奖 生长在富裕家庭的他 没有娇气和奢侈的习气 反而用自己所学帮助更多人 七本的中英文创作 都是宣扬人性的光明 鼓励大家用微笑面对困难 创作的许多灵感 都是跟随父亲杨定一 在中南美洲帮助平民造政的感受和体会 我很幸福在这么好的环境长大 那我有这种机会来去帮助 还有去看这些贫穷的家庭 我觉得很感动 假如我可以帮助他们 可以再帮更多人 身教重与言教 富贵名利不是永久 只有人心中的真善美 才是最棒的传家宝 这是杨元宁在父母身上 学到最珍贵的事 小时候就跟我们讲很多故事 那就是做人的故事 或是做人的道理 那我觉得就会 我觉得蛮重要的 所以我会想把一些这些 自己抱老的关联 爷爷的关联 毛老的关联 分享给大家 给了 给不一定是用钱 一个人他要发心 他有自卑心 给他可以给他的时间 他的专利 技术等等 只要一个人有一个 有一个发一个愿 我希望做什么事 那在这个原则下 都可以做到 懂得舍的人 最有福 从父初中 学会热爱自己生命 尊重别人生命 也爱护地球的生命 带新闻 张艺平电影中台北报道